血液循环不顺,同时可刺激,有助于清除充血器官内的血液及其他企业。 须知精气神智,人生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念。 16. 制度,安排工作进度及目标,勿使自己负担过大。 17. 与他人分担倾诉。 18. 制度的服用维他命B6。 可疏解情绪,有助排出水分、乳房脏痛疲劳及想吃甜食的欲望。 为虚精医师指示。 19. 维他命A及D可改善皮肤健康。 有助于抑制,精前的粉刺及皮肤油脂过剩。 20. 二十点服用维他命B6. 可减轻情绪紧张。 并可防止月经前夕的过敏症。 21. 维他命E可缓和乳房疼痛焦虑、举丧等症状。 22. 二十二点鲜意误。 二十二点钙于内病咸,与美可预防经前的痉鞀已疼痛。 枚病能控制对食物的渴望、同时稳定情绪。 每同时可帮助盖至的吸收。 23. 控制自天食的欲望hi Mr. 精痛。 1. 饮食均衡 2. 服用维他命 3. 补充矿物质 如钙甲及煤等矿物质 可帮助输解精痛 4. 避免咖啡因 因此咖啡、茶克、饿巧克力等食物最好少吃 5. 敬酒 特别是容易出现水肿的女性 6. 物质用利尿剂 以免使重要的矿物质连铜、水分排出体外 7. 保持温暖可加速血液循环 同时松弛肌肉 8. 多喝热的药草茶或热柠檬汁 9. 可带腹部放置热肤垫或热水瓶 1. 次数分钟 10. 泡矿物质 在水缸加入一杯海盐及一杯碳酸氢钠 泡20分钟 10. 有助松弛肌肉并缓和筋痛 11. 从事走路或其他适度运动 10. 可减少经济疼痛 12. 练习瑜伽操 10. 如弯膝跪下坐在脚跟上 10. 前额触地 10. 双臂伸直 10. 保持这个姿势 10. 直至不舒服为止 13. 做爱 10. 性交的高潮可输解精通 10. 将血液及其他体液带离子宫 10. 须知精气神智 10. 人参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念 14. 服用止痛药 10. 最好喝牛奶或其他食物一起吃 10. 才不会太伤胃 10. 停经 10. 一点 10. 调示生活态度 10. 充实自我 10. 寻找朋友或家人的支持 10. 每天运动 10. 走路慢跑骑车 10. 跳绳 10. 跳舞或游泳等 10. 都是适合停经 10. 妇女的运动要小心避开 10. 穿着多层衣服 10. 以便于在皮肤发热时可脱下 10. 带症状消失后再穿回 10. 穿透气、凉爽的衣服 10. 少量多摊 10. 以力身体调节体温 10. 多补充水分 10. 减少咖啡因的摄取 10. 以免刺激和耳蒙 10. 又发皮肤发热 9. 限制酒精摄取量 10. 避免热气及高温 11. 持续性生活 10. 如果有困难 10. 应与伴侣沟通 10. 一起解决 10. 或使用辅助工具 10. 另外 10. 练习 10. 可帮助作爱 10. 得预约感 10. 并防止尿失禁的发生 10. 害喜 11. 一点可姊妹或朋友分享经验 11. 二点经常补充单糖 11. 柳橙汁及胡泡 11. 知识及家的单糖来源 11. 三点避免油炸食物 11. 四点多吃生的杏仁果 11. 五点睡前吃点东西 11. 可避免早上起床时血汤过低 11. 同时避免胃灼热 11. 六点喝清澈的液体 11. 如肉汤开水果汁及某些炒药茶 11. 七点满足自己的胃口 11. 想吃石膜 11. 就吃石膜 11. 只要不是垃圾食物即可 11. 八点保持心情气和 11. 九点弱体重减轻 11. 无论减轻多少 11. 都应该看医生 11. 十点感到虚脱 11. 没有尿意或连续 11. 四至六小时 11. 完全无法进食时 11. 请马上就医 11. 尿失禁 11. 一点相识记录 11. 每天的饮食及大小便情形 11. 以利医生追踪原因 11. 二点克制水分摄取 11. 尤其是睡前 11. 三点避免酒精 11. 四点避免咖啡因 11. 咖啡因也是一种利尿剂 11. 五点少喝葡萄又汁 11. 六点保持排便通畅 11. 七点戒烟 11. 八点减肥 11. 九点排尿时尽量排光榜光的尿液 11. 然后站起来再坐下 11. 微向前请 11. 再排一次 11. 十点误憋尿 11. 医有尿意 11. 硬马上去排尿 11. 最好在饭前 11. 饭后及睡前 11. 将尿液排尽 11. 十一点训练排尿习惯 11. 先在短时间内固定去排尿 11. 再慢慢延长 11. 可有效改善尿失禁的问题 12. 十二点睡的地方离厕所不要太远 11. 方便排尿 13. 再打喷嚏 11. 可走提中午或盘挑食 11. 应是紧缩或约肌 11. 以免尿液外漏 11. 十四点有尿失禁的前兆 11. 放松心情再缓步 11. 走向厕所排点 11. 十五点使用 11. 成人止尿库 11. 尿床 11. 一点不因小孩尿床而予以则骂 11. 二点在卧室内安排备用品 11. 让小孩在尿床后可自行更衣或换床单 11. 以免尴尬 11. 三点以耐心与关心面对小孩尿床的情形 11. 绑光感染 11. 一点多喝水 11. 以增加排尿 11. 可预防甚至治疗感染的状况 11. 二点洗热水 11. 可减轻疼痛 11. 三点服用阿斯、体灵等消炎药 11. 能减轻发炎 11. 引起的灼热感 11. 四点服用微差应 11. 非可以酸化尿液 11. 干扰细菌生脏 11. 五点排便后 11. 由前向后擦拭肛门 11. 可预防感染复发 11. 六点性胶前上厕所 11. 以免细胞变由性胶被带入绑光 11. 七点考虑是否使用子宫泡壁运气 11. 因子宫泡避运气容易引起复发性绑光感染 11. 若有感染情性 11. 应考虑该以其他方法避运 11. 八点尽量使用卫生棉取代卫生棉条 11. 九点注重个人卫生 11. 穿着棉质内衣裤 11. 较容易保持浅爽洁净 11. 弹雾清洁过度 11. 十点绑光感染 11. 患者一旦出现血 11. 尿下半部被急腰窝疼痛 11. 发烧心或呕吐时 11. 就应该要看医生 11. 阳位 11. 医点给予较多的时间 11. 年纪愈大 11. 产生勃起的刺激时间可能愈长 12. 射精与下次勃起的时间也可能随着时间而延长 12. 某些药物可能引起阳尾 12. 因此若怀疑现在服用的要似乎造成阳尾的情形 13. 应该跟医生讨论 13. 克制酒精摄取量 14. 注意饮食 15. 因为阴晶是一种血管器官 15. 所以若摄取太多胆固醇及饱和脂肪 15. 可能使阴晶窄化 15. 造成阳尾 15. 无点戒烟 15. 可避免阴血管收缩造成薄气组织的情滑稽松弛 15. 因而阻碍薄气反应 16. 六点断变体型 16. 对自己的身材予满意 16. 予容易进入状况 17. 达到薄气 17. 七点物运动过量 18. 等待疼痛消除 18. 疼痛值身体会 18. 疼痛值身体会